今天啊,我跟海豚没什么事情做 就来练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是的,利用自己的越野时间来锻炼一下自己哦 对了,海豚这个怎么做 海豚,海豚,你们在做什么呢 好巧啊,琪琪,我们在练习自己的手工能力呢 是的,多练习自己的手工能力才能更好地教小朋友们哦 我们真用心啊 还可以啦,对了,你这是要去哪呢 我准备去买一盏台的呀 这样方便我学习写作阅读啊 也不会影响整个房间的照射 还很方便移动呢 哦,是这样哦 诶,对了,我记得我上次有自己做过一个台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给你做 真的吗?哦哦,你还会制作小台灯呀 真的假的啊 妈,当然,你要是现在想要,我现在就给你做 好啊,期待你的作品哦 走吧,一起去 好,那就一起去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台灯的材料啦 看到没有 这么一点材料吗 妈,还需要多少 这一个能量的起来吗? 你不相信我吗? 哼,我表示有一点怀疑 小朋友们,海豚既然不相信我 我要用我的实力来证明自己,证明给你看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好,那我们开始吧 打开 把它们拿出来是吗? 对,对,全部拿出来 哇,好多的小东西哦 是啊,这小零件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诶,这根棍子是插在这个洞里的吗? 对呀 这是它的支柱 它的底座 诶,你还挺有物性的啊 是肯定的 哦呦 你知不知道这个干嘛的? 我不知道 寂寞吗 这个是? 不对 就是刚刚的放在这边的 所以我们第一步还不能像你一样 这样子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粘上去 这是它的底座 它的底座 对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个超面胶 用这个胶是吗? 分你两张 对 一定要对称,美观一点 好 好 好 嘿 绘好了 我也绘好了 可以 现在就来这一步 你最会的这一步 你就知道这个是这样子擦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电池以及这个拿过来啦 把电池装上去对吗 正腹肌不要搞错啦 最重要的 你看 就是正肌腹肌这样 我们现在把电池装上去吧 对 开关机的一定要开 对 打开 然后做的时候呢 就才会安全 不然就会通电 再来 哇 太太兴奋了 别太奔奋了 是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 哈哈 今天教教你 好 没有错哈 教主机一定要 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 这个小灯泡 装在哪里呢 在一起 那你保证这个是打开了之后呢 就可以了 一个红色和一个蓝色 其实这里也有指示 你看 长角的呢 接红线 看到没有 有一个长的和一个短的 然后 然后 短的呢 接我们的蓝色 这一步 一定不要弄错了 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 用错了 就亮不了 是的 把它靠好了 这个也很容易掉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 其实这个也需要用一点 把双面胶把它粘上去 把我们的电池 好 电池了 这个很不稳 看 它是松的 可以 好了 是的 你可以给它也沾一点双面胶 对 然后 是不是要把墩放上来 看 这个呢 一定要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要使用到我们的这个绳 这个绳 等会呢 我们可以用剪刀把这个多余的 把它剪掉 把多余的电线剪掉吗 是的 不是多余的电线 你看 哎呦 剪刀变出来了 把多余的剪掉 这样子就 会影响它的内容 是吗 是吗 然后呢 迫不及待的我想照上我的灯罩 对 咦 这个灯罩上面是不是还要装一个 蓝色的平台 我先检查一下会不会亮 咦 已经会亮了 亮上了 是的 我要装上灯罩之后 看一看能不能亮 走动我的灯罩 来看一看我的灯到底能不能亮 咦 它亮了 亮了吗 亮了 我的也打开 你的灯没有装起哦 这个呢 我们同样的使用一下我们的双面胶 这样不要把它粘住哦 记住也要粘一下 好了 好 我的灯已经完成了 灯已经完成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效果了 有没有亮 一起来 应该去亮了 成功了 是吧 琪琪 这个台灯做好了 你看看怎么样 哇 挺漂亮的 我来试一下吧 你来 看一下 咦 开了 蛮好用的咧 很漂亮 给我的房间也很大 想想以后用着它就激动 是的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我们这个台灯呢 喜欢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学哦 是的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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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意